大家好 今集没了阿朱队友在 又是那些半夜深宵直播时间 虽然我说和你们听可能差了半个小时 晚上有什么好说呢? 我一说MIRROR 就引起MIRROR的忠实粉丝狂笑 其实你留言留一个我看到了 不用留那么多个 但是我也是那些红色人 我就禁止了他的留言 但我又想想想想 都是怎样enable 不懂得enable 如果司古正那些资深youtuber 如果可以听到的话 就告诉我 怎样enable我禁止了的人 好了 今集就不说MIRROR 免得招HATERS 说一下隔离台 隔离台说什么呢? 除了恭喜Dudu姐做东姐 不Do的东 服务了40年的TVB Dudu姐其实到了今时今日 这个江湖地位 根本不需要再为金钱去工作 我想她在商台下午 三点钟和余迪奶 那个口水多个浪花 她都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 我记得她开麦之前有说过 她说早上呢? 我说不想不早起床 我又想做一下运动 晚上我就很早睡 然后唯一可以做东西的时间 就是下午 所以最flexible就是三点开始 就做那个电台show 口水多个浪花 不说不说都做了N年了 从我第一天开始听之后 恭喜Dudu姐 可能未来跟ERROR那几个错仔 有些新的搞作之外 不用再被这个TVB绑手绑脚之余 我最近就留意了 林敏聪那部电视剧 其实我也是想说一件事 好戏绝对不关那个人 有没有睁大眼睛 面目很真灵地 很用力地说这对白 林敏聪爆謝江美宜 江美宜从她和周人发 和她洗头那一幕到现在 多少年了 大家想想 她真的老气骨 她的气味 她从N年前女人最痛的 我觉得她真的超确 我觉得她有点像五穎梅 但是五穎梅做到的事 我觉得江美宜也做到 但是江美宜做到的事 五穎梅 我觉得就未必可以做到 我说气怒 你又不要说 旁边美丽战场 虽然又是那些 屎尿屁三福屁 又说她不知抄 抄那些家族大剧情 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类的 但是我又想说杨卓娜 这个角色是用江美而做的 不是更加好吗 更加那种绝屈 面 痰痰痰痰 那个角色可以更加发挥得临淋尽 而且没有那么 怎么说 我总是觉得杨卓娜 我不能入戏 总是觉得她好像在做舞台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同的见解 Day1堪称是林敏聪 执易烫的 本身这个角色是小黑 小黑光美而爆謝 大家想起什么 当然想起永恒的亚洲电视 但是我真的很庆幸 这部电影是找了林敏聪 而不是小黑 大家不要说 虽然香港人对林敏聪的印象 除了她那两个老婆 李美丰 李美丰 李美人 她都搞定 这条儿子真的是 really has something 还有第二个 陈灵莉 两个都回头嫁嫁得很好 陈灵莉可以生了两个 还是三个儿子之后 都嫁得有钱佬 她跟阮瓊丹子一样 人到中年 都找到密德这个有米真爱 非常可喜可可 林敏聪自己说 她那首是 陳百强Danny仔心爱着你 哇 他一蹲在屎坑 30分钟可以作到这首词 她有说过的 她很串的 她在2015年出了个post 她说 25岁的歌词一揮而就 写了半个钟 anytime都是the best 绝顶歌词就是萨娜的感觉 幸好不是萨娜的光辉 几十年后仍能感动几十万人 这个水平我多不胜数 純感觉不需要功力深厚 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已经是目空一切 不是怀面过去 而是告诉你们 什么是好 告诉你们 怎样跟我比 那么多年后首次听日文原曲 仍然有点感动 如果大家熟悉林敏聪的 就知道她揮下的不下 不下的好歌就是多不胜数 无心睡眠 哥哥的梦伴 爱在心秋 校长 心爱着你 甲鱼 80年代听广东歌 听过这些歌的人 还有几个 还记得林敏聪手下的好词呢 我觉得她是 有些人说她是肛囊才俊 但我又不认同 只不过她自己也有说 她连公司的东西都卖给人 但是她写歌词那张纸 都是特别的纸 不是普通一张 我们拿来抹屁屁的纸 即是她是有些讲究的 你说有些人觉得她串齿齿 我觉得她有才华的人 永远都是自是非凡的 即是很难不串 她写了这么多一首 繪迟人口的好歌 如果我是她 我就是乔 我在彌敏道 反转打横走都行 不讲一下林敏聪 讲一下她的戏 大家如果有看 我觉得最触碰到我 不是她串光美儿那些 不是她跟女儿 那两个女儿 待会再说 我最深刻的 就是她跟爆姐 那种男人的挖强 还有不是很在乎 不是说像隔离台 不是很值钱的眼泪 不知道她滴眼浴水 还是真情流露 隔离美丽战场的眼泪 就好像不太值钱 但林敏聪她不用流眼泪 那种眼泪在心里流 然后在眼框红润 但没有流出来 那种声音是震的 还有她说台词的时候 那种声音是令到你想哭 而不是她自己哭 这个就是令到人家最隐人入性的地方 是很大人家的气 她不用很大的表情 她的面目表情不是很多 她也没有一些很夸张的 露目原憎 怎样很激动的身体 她带你进去 她只不过是简单 五六句对白 她已经是把她 怎样很在乎她爸爸 她很不舍她爸爸 她很恨她爸爸 但是其实内心最柔软的部位 她又保留了给她爸爸 她因为她很爱她妈妈 而爱她妈妈 而重视的东西 她又很想一个圆满的家庭的感觉 有生气就爆借 但又有些好像觉得她都很可怜的感觉 真的不需要太多不惑去形容 大家如果有看这部电影 就会知道林敏聪的电影 她第一次拍这部电影 当然啦 陈盈也是第一次 但我觉得她第一次好看很多 那爆借更加不用说 令到我们非常憎恨这个老小三 一个老年的 哪个发电话给我 半夜三更 一个老年人 那种可怜可恨的 后来的可爱 她是真的令到别人很憎恨她 哇 跟跟计教 是吧 又是 有些像我之前看的那部电影 《I speak English》那部电影 《I can speak》那部电影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否有些参考或者借镜呢 同一时间她又是去学英文 她学英文 她学日文 喂 搞到第五堂 还要学五十音 不要玩啦 阿沈 怎样她说那些 买些肚子 扭尽六吟去算计别人 别人帮她好心 但她一而再再而三 去利用别人的善心 又或者很喜欢香港人最喜欢的投诉文化 投诉别人的食招 食招哥哥 好话不好听 如果她真的投诉得到 我就安插老鼠屋或者蟑螂屋在她旁边啦 她可不可以拿她个人一几支来 可以投诉到老鼠屋和蟑螂屋 那个老爷站起身 自己打掃自己的房子 不要再害隔壁论舍啦 那老小三 到最后的时候 她的儿子 怎样去送照片送她去老人院 把那种自己的子女要移民那种心情 我真的很感受到 其实这个下流上车族 她每一个剧情 每一条线都是好的 是很贴切地描述到我们 每一个阶段人生所面对的情况 又或者隔壁那些 怎样去选港者 我就没得经历啦 但她这一套剧的每一个角色 我都很感受深刻啦 包括我身边有亲人的另一半 很想移民 是不是 之前都有新闻 大家都有见过 就是老婆很想去 女儿很想去 男儿很不想去 最后搞到分开离婚 都大有人在 那爆姐这个角色 她的子女想去移民 那就说一下我啦 朱队有常常说 喂不要说 不要说自己 不要说自己 你说朋友朋友 我觉得好话不要听 隔着个屏幕都要这么假的话 那真的不如不要说啦 不要搞这个什么 用树头港股频道 是不是 就好像我 我右手边一对夫妻 她呢 两个都行动不便 男人真的要半步半步上楼梯 那她说 我们有交谈过的 她说她有四个子女 四个子女都出了角 四个子女都有孙又失了 那但是我又 就是我跟朱队友私下都有说 我说 哇 四个子女竟然一个都没有留下陪伴老人 你不要说同住啦 当然有很多老人家都明白 同住呢 很难相见好 那所以你说 保持一定的距离呢 是好的 但是其实如果星期六日 又或者过年啊 中秋啊 新年啊 生日啊 母亲节 父亲节 那些什么 都不在旁呢 的情况下 那你老啊 都想有所医而已 那或者啊 一个不注意 你惯下了 你旁边的那个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 去扶你去医院呢 是不是 那我再说一下 我右手 左手边是他们两个 右手边的一个老婆婆 那老婆婆是又聋 然后她又很大声 她都听不到的 朱导有说话 够大声 用她 叫尽喉咙 那个婆婆 都听不到她说什么 那她呢 是更加 很难去治理 但是 我知道她是有两个儿子的 其中一个做巴士司机 那你说 巴士司机是否真的很忙呢 我也不觉得是 那又是有孙的了 但是好话不要听啦 除了新年 好假不死 我真的没有见过 她是有小朋友来看她 那我也有 捉过她的儿子 可能一个月 可能一次半次 那我捉过路的 那我也叫啊 朱导有 如果见到的时候 因为我要上班 我不是经常见到她 那我就说 你见到 拜托你 和她的儿子 互留电话 就是怎么说 好话不要听你吧 那个阿婆 乖低 即是有些什么事 我们近论 即是 救到近火嘛 即是你留个电话 有些什么事 你都可以 第一时间帮到手 因为那个阿婆 我们是 抹尽喉咙 和她交谈过 那她就说 有一次呢 她跌低了在家 两个钟头 她都爬不起床 而且她是没有平安钟 因为那我又问过她的儿子 我说 为什么你不弄平安钟呢 因为她说 平安钟的意思是 你拍了平安钟 人家会打电话来你的座机 但是呢 那个阿婆 她的耳子 就戴完座听 都听不到别人说 所以 教平安钟呢 是没有L用 只有零和影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连这样都不教 那她死了 真的会没有人知道 在爆浅气里面 她的儿子一开始想送她去老人院 有很多人就觉得 老人院其实好东西 为什么你们那些年轻 又或者某些人 这么排斥呢 这么抗拒呢 好说不好听 我呢 就去过老人院做义工的 那个慘放呢 我用慘放 首先呢 那些姑娘有没有礼貌 就下回分解 是不是呼喝 是不是 非饭给你呢 再说 但是那个没有生气呢 我真的 如果我有家有老人家 或者我爸爸妈妈 老了 当然现在都很老了 是不是 70多岁 我都不会想送她去 因为 有些真的等死 难听这些说 你会见到20多个老人家 排排坐 站在那儿 没人说话 没人聊天 只是看着一部很小的电视 而那部电视是播着 胡锋 年轻人在做那些剧 再有些老人院呢 就是全部 行动不变 躺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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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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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话 抖音YouTube 他们就这样躺在那儿 那我说 为什么你又不听三机 又不看电视 你又没有那些 有个很大屏幕 打电话 打电话给家人也好 他就是躺在那儿 他就是等 等时间到 等什么 没人知道 那有很多 就是老人家 我们一做探访的时候 他就不停捉住 你 说完 又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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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是吧 又他刚刚怎么来香港 怎么搭火车 怎么去游泳 他又说一次 那其实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些老人想得到关爱 就好像爆姐那样 他想投诉 其实是否真的想投诉呢 他是想多些人和他聊天 就是好像漫漫 林敏聪的小女 哇 真的难 怎么去关心他老人家 在他那个角度 他见到这个婆婆 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欺人 他就不是那个 周围怎么挑剔 投诉 那个好 蜜蜜蜜蜜 搞到人家连工都差点没有 那个黑心 阿婆 投诉阿婆 那说一下江美儿就不需要说了 是吧 超级好戏之人 即是他呢 跟我觉得杨仪啦 他啦 还有石仙曼啦 胡幸仪啦 哇 好戏的全部都走了 真是一个麻烦 那说一下 阿千千到阿曼曼 郭柏妍呢 这条女儿真是超级正 漂亮呢 就不再话下 有些人说他选港者的时候不漂亮 现在才漂亮 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微调 但是 大家记不记得呢 之前呢 TVB搞了一个奥运的时候 搞了一个TVB艺园运动会 郭柏妍他选港者的时候 我都已经觉得他的名字又漂亮 他样子又漂亮 他那种漂亮 不是那种逢迎影漂亮 不是那种艳光 他是那种 郭家文的高贵版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那种书卷味和与世无憎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懂得 走去拍监制 门 喂 给个机会我啊 一定不是那种恶女 的了 那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他呢 我记得呢 在那个运动会那里呢 那种运动型泳衣 他一游呢 他是一个战部领先 当然他是冠军 他是真的有练过的 我就觉得这个女生OK 不讲 不争 不抢 不抢 不会去 怎样去 要做 最shining shining 思维的 他是以一个很 humble 很谦卑的态度 去比赛 他是拿成绩 和你们说话 那我就知道 这个女生是真的 很踏实 比人家的感觉很好 慢慢就不用说了 好声好气的时候 我已经跟阿朱对友说 哇 这个女生真是超级 可愛 这些妹妹呢 我真是受不了 真的哇 他叫我 嗨我一句呢 我真是命都给他 如果做同事的话 帮他做完他那份 都可以 好声好气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超级喜欢他 但是不知为什么 没有给他赢了 给了Signal Wong的老婆 我觉得他都不差的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好声好气呢 但是不需要好声好气 是不是 他的声音 可愛呢 就已经赢了 那个什么酒粒仔 一笑 就真是神魂颠倒系列 所以说了这么久 都20分钟了 如果大家没看这个 下流上车族 就真的值得去看 好是我 让我达到我中的点 一些女人 是不是 就是老一辈的 为什么 一成不变地守住 那个男人一生一世呢 到死那刻 都是要很在乎他 是不是自己的唯一 就令到我想起 周杰伦 那个没有圆的爱母 是不是 好疲惨 怎么抢了别人的老公 令到人家两头家都没有爸爸 喂 我们可能觉得爆姐的角色 是因为爆姐做 所以不会很讨厌 但是你想想现实生活中 一个这样的小三 老了 还在那儿欠这样 欠那样 其实都真是挺糟糕的 那另外一个点 很刺激的就是 我就好像千千 不是说我样子 当然是吧 那说爸妈 想帮我一出道 一出身 一毕业 但我毕业那时候 说我出首期在你供 那时候我几大反应 我说我不用 我不要供 我不要背着房子做事 我刚刚出来做事 我一万多元不好吗 我为什么不买楼 我不要 你没帮我买 你没给你首期 我不要 现在 你想想 2009年的楼价 和现在的楼价 虽然现在的楼价是跌了 但如果那时候我会被首期 我买了一层楼 我会硬硬脚 是吧 我现在就是 飞了去英国 不用做 有空 开台 喘下你们 喂 还没移民啊 那班 当然了 再三下 再重复吧 移民不移民呢 都是一个自由的选择 去到哪里呢 一定要放下身段 不是有金汁的 所有东西都要苦过来的 所有东西都要苦过来的 所有东西都要苦过来的